那刚刚我们提到网络的出现呢 让现在的平台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那这次大选呢 我们看到在野党明年呢 他也不会太在意说自己在主流媒体 得到多少的版位或者报道啊 他甚至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主流媒体 对他们做出这样的报道了 那在野党呢 他们甚至在这次大选当中 都是拒绝接受主流电视的主流电视媒体的访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你们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那现在呢 有了网络 宁愿他们自己呢 也搞起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网络电视 像是那么党就有这个所谓的UberTV 公正党也有通过这些Livestream呢 把他们这些讲座啊 或者记者会都通过网上给直播 那在网络推播助澜之下 就算你不去现场啊 他们的自治者也可以感受到现场那种Trama的氛围啊 Trama的这种气氛啊 那以前可能真的只有 就是只能够通过说所谓的主流媒体 你要通过电视台 你才能够看到领袖的演讲 对不对 那电视台如果没有报道 你就压根而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因为有了网络 因为都可以现场直播 让全民啊是陷入疯狂的状态 竞选期间 整个政坛的氛围像嘉丽华 政治领袖的群众年假啊 像这个天皇巨星的concert这样啊 很多人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啊 从以前 以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出席过Trama的 他们只关心明星偶像的 现在通通都跑出去了啊 都想听Trama了 那在槟城最后几天的这个季节期里面呢 不是有过好几场的这个海外歌手的演唱会吗 结果当时候出席的这个人潮 出席的人数看下面这一张 这是演唱会的人潮 结果他出席的人潮还不比同时间 举行的这个大型政治讲座会呢 而且你看 现在的政治人物啊 反而各个都好像是天皇巨星 他们竞选跑Trama是一个晚上 要赶好几场的哦 而且政治人物他们自己赶场之余 连那些民众啊也好像是小粉丝那样 领袖去到哪里 他们就去到哪里 看到他们出现的时候 有些人还真的会大声喊叫哦 会希望握到他们的手哦 会希望拿签名哦 拍合照哦 无论是大热天或者是大雨天 他们在雨伞呢 都赶不走 他们要等待 看到偶像的那个心 每个是乖乖站在原地不动的 直到领袖散场为止的 那这些呢都是在308之后 甚至是505之前才看到的现象 接下来无论朝野政党 他们要做的就是呢 他们要怎么样在下一届大选 在网络上再影响一片天 那505之后除了网络的影响力 大家真的不能够想看之外 另外一个让朝野政党都必须要去深思的 就是选民的意识大大提高啊 他们要求的是政党要给他们一个怎样的远景 你不要再就是当下给我一些什么小恩小惠哦 这个糖果政策已经不再奏效了 没错 那我们看到 当有好处啊 有甜头的时候 人山人海 那个场面是一片欢腾 表面上反应真的是很热烈 不过 505那个晚上 票箱一打开 最终的结果是 那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糖果啊 却换不成选票 那在505大选期间 如果说全国啊 最多好康 选民得到最多康头的地方在哪里 不用多说 有看报纸 有注意新闻的人都知道 这个地方就在比赖 冰城了 在竞选期间啊 整个冰城好像震灾区那样 很多难民要等着救济啊 有一个叫做一马组织的单位 哇 整个好像福利团体在 整个冰城那个时候呢 是到处啊都可以提供免费吃喝 是人就可以吃 整个冰城在选战期间 就像是露天狂欢派对 你看 竞选期只有15天啊 根据报道的 单单是在这个布朗迪布 是举行了16场的大吃会 丢了多少钱 你可以想象 你说夸不夸张 而且 呃 这个光明日报的这个报道也讲说 你看吃饱饱 一马盛念抢人气 冰岛就办了50场 听说还有这个所谓自由餐室的 一马免费宴会 不Face style啊 至少有40个单位的这个美食小贩摊位 每个摊位的摊主啊 据说是可以拿到2000令吉的酬劳 然后总是大概8万令吉 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吃喝啊 总之就是吃饱饱 吃到饱为止 那后来呢 在一些美食中心也干脆包场 总之你进去哦 就是free的啦 吃还不够 偶尔还来一个所谓的这个幸运抽奖 连续机场的这个又有海外歌手演唱会啊 还有人生日的时候拍红包 总而言之你想到了 或者你想不到的好 这个好康都在那个时间出现 整整两个礼拜 在槟城热闹到好像七月半的这个庆典一样 又是歌台又是美食 那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呢 它是在操吸早期台湾的竞选做法 那当时在台湾 特别在李登辉的时代 政客们一到竞选的期间 他们也是喜欢大白烟席的哈 请人吃饭的 那他们呢 就把这种叫做流水席 那摆了一天又一天 随来随吃不分食段 总之你来就有的吃 一直有的吃 总而言之 他希望说你吃饱了 就会投他一票 给你一点小恩小味 就希望拿到你手中的那一票 那这种所谓的流水席 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效果了 但是慢慢的 台湾民众呢 对这种流水席的厌恶程度啊 也是日渐升高的 而相比之下 这种情况第一次在槟城出现 但是啊 却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 那虽然看到很多人抢着去吃 抢着去喝 免费看戏 免费看演唱会 免费抽奖等等 但是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徒劳无功 那槟城明年在这一届大选的成绩呢 甚至比上一届更好啊 上一届大选明年在槟城40席 跟州议席里面 他们拿下了29席 这一届增加多议席 而且他的多数票比上一届大选更多 得票率呢 是从58%升到65.7%的 所以就有人说了 这一次的505大选 选民啊 就真的是用选票来告诉政治人物说啊 现在搞政治不容易了 不是爷爷奶奶的年代啊 你啊不能够在华众驱宠了 不能够再用这种所谓杂情的方式 谈裹政策 民粹政策来应对选举 你一定要拿出真理念啊 拿出这个政策出来 所以啊可以这么说 505大选成绩 选民通过选票来告诉政党 来告诉政治人物 你要我的选票 可以 我一定会给你 但是请你拿出政纲来 那505大选我们看到 选民用选票埋葬了糖果政策 在这个年代 民粹措施啊 已经行不通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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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